在生化危机整个系列中 还有哪些凡人的怪物曾经困扰过你 反正食人魔绝对算一个棘手的敌人 并在生化寺中首次亮相 除了他以外 电锯姐妹花也是游戏中的一个boss级别的怪物组合 有两个手持电锯的村民女性组成 她们具有非常高的攻击力和生命值 并且还能够召唤其他怪物来协助攻击 这就使得与她们的战斗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村长比雷托斯门德斯 作为一个正式boss 他也一定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身黑色大衣的形象也不免让人联想到暴君 村长在剧情中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虔诚的邪教徒 一心执行着教主萨德勒的命令 在这样一个世代隔绝的西班牙小村庄里 原本门德斯接手了村长一职 他看到了村庄的落后与贫穷 于是他想要寻求与外界的联系 想要让村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突然在村民间流传起了一种瘟疫 门德斯对此毫无办法 这时一群教徒来了 他们宣称能够治好这种命 为了治好村民们 村长只有信任他们 但是注射这种东西并没有让村里人变得更好 反而村庄本身都开始出现了问题 作物开始减产枯萎 牲畜也大量死去 即使村长发现了问题 在寄生虫越来越深的影响控制下 他的思想也只把这一切怪罪于人手不够 可是即便是人手不够 那也是因为光明教频繁的要求 抽取村民作为祭品而造成的 也许没有光明教 在门德斯的努力下 这个村庄真的有可能会变成富裕美好的世外桃源吧 熊瞎子原为是在城堡里地位相当高的 把守要害的队长级的人物 但在目睹了萨拉扎疯狂的挖掘普拉卡寄生虫 不惜牺牲自己和城堡内所有民众 冒着丧失人性的危险 以换取对萨德勒的效忠和强大的力量时 熊瞎子便决定反抗 但最终胳膊拗不过大腿 他的计划失败了 被萨拉扎挖去了双眼 并植入了普拉卡寄生虫 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再生者顾名思义 怪物拥有快速无限再生能力 它也是教主萨德勒的寄生虫产物 分为两款 裸体的和带刺的 显然 带刺的再生者是裸体的升级版 主体构造被植入了四只寄生虫 从而可以快速修复主体受到的任何创伤 击杀它们的关键道具 红外线瞄准镜会被摄置藏在冷藏室的房间内 仔细寻找一下 很快就会得到 右手 死刑虫 是人类和昆虫DNA拼接实验的成果 它们拥有不可思议的战斗能力 并且被自身的普拉卡寄生虫所控制 遇见它们时只能速战速决 雷蒙萨拉扎 年轻的萨拉扎被邪教教主萨德勒所弄骗 他告诉萨拉扎 只要将地下的普拉卡寄生虫挖出来 并加以利用 就可以增加它的身高 于是 萨拉扎便发动城堡内的所有小弟 开始挖掘寄生虫 最终自己也被感染 变成了一只怪物 自以为是的萨拉扎 萨拉扎一直认为一切事态都处于它的控制之中 但它实际上只是萨德勒的棋子罢了 最后计划失败 变成怪物被鲁狼杀死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对克劳萨的身世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安卜雷拉黑暗历代记》 里面的哈维尔行动会告诉你 萨德勒是如何一步步走向飞画的 这款游戏我已经整理好 安排在群里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自行入群用餐 杰克克劳萨 克劳萨1993年在美国红色贝雷帽服役 在哈维尔行动中和三光式搭档 但他起初并不相信生化武器的力量 但在后来 他被怪物用骨刺射伤了手臂 伤势严重变成了残疾人 于是 克劳萨想起了 在行动中哈维尔提起过 威斯克向他提供过维罗尼卡病毒的情报 从这一刻开始 克劳萨便彻底摸拜在生化武器的石榴群下 2003年因为任务需要 克劳萨开始卧底在萨德勒身边 虽然他表面上忠心耿耿 但其真实目的是 伺机盗取萨德勒手上的寄生虫样本 为了成功取得萨德勒对自己的信任 他甚至还挟持了美国总统的女儿爱施力 克劳萨摩拜强大的力量 在得到普拉卡寄生虫的改造后 他的左臂变成可攻可守的勇机长刃 极具杀伤力 关于U3 官方并没有给出详细的介绍 U3在游戏中是猎犬佩桑塔 和处形者贝尔杜戈的代号 他们担任城主萨拉扎左右护法 被萨拉扎轻易地称呼为左手和右手 佩桑塔原先是萨拉扎的管家 自愿参与了一种融合试验 在游戏里 U3的战斗分成了两个阶段 在牢笼战斗后 U3会从悬崖深处再度来袭 并且还会发生进化变异 萨德勒是游戏中 唯一一位支配性普拉卡携带者 也意味着 他可以控制所有的普拉卡感染者 萨德勒为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土著一端宗教团体 光明教的现任统治者 萨德勒通过某种途径 得知了寄生虫的存在 2000年代初进入了该地区 想凭借寄生虫的力量 在世界舞台上 获得金钱和军事影响力 正如当地民间传说中所记录的那样 寄生虫一直隐藏在萨拉扎城堡下方的古代废墟中 为了进入废墟 萨德勒故意接近城堡主人拉蒙萨拉扎 并利用他年轻而孤立的状态 为他讲述 普拉卡可以让人增高 以及歪理邪说和历史 萨拉扎虽然作为领主 但并不受当地人爱戴 他天生患有疾病 体型残缺 所以孤僻的性格 让萨德勒趁虚而入